如果他不管他是什麼身份 只要是本國人的話也都會被規範的 是什麼 是其他特別的情況 好 其他特別的情況是 怎麼寫呢 其他 好等一下再寫 那如果是外國人的話呢 一樣有分兩個情況 第一個是他對本國人泛之 好 那第二個情況一樣叫做其他 那他們對應的法條我們把它寫上去 首先呢 這個是第三條 好 然後行為地結果地是第四條 公務員是第六條 人民是第七 然後外國人對本國人泛之是第八 然後還有一個沒寫的 是什麼 是第五條 好 好 所以第五條呢 大家可以回去看條文 第五條他並沒有限制是誰 就是那個犯罪人 行為主體是什麼人 好 只要在領域 欸他也沒有說 對 他說領域外 只要在領域外犯這些罪的話呢 都會被第五條規範 好 所以不管你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都會 好 那我們如果真的寫到實例題的話 雖然說機率很低 那如果想到實例題的話呢 呃 就是可以盡量按照這個順序去思考跟答題 比如說今天設計有一個題目 然後呢你看完之後發現說 欸這個就是外國人對本國人犯罪啊 是第八條 好 但是你在答題上也沒有辦法直接寫說 喔 依照刑法第八條 有我國刑法的適用 這樣的話 答題的內容顯然不足 沒有說出你思考的過程 好 那思考過程就可以借助這個 你就說 本題呢 是領域內還是領域外 好 本題領域外 那如果你的篇幅不公開 你就可以說 為什麼是領域外 因為它不是我國的土地 或是我國國級的交通工具 並且行為第一集國定沒有在我國國內 好 那這樣就可以說它是領域外 那接下來說 今天行為人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 好 今天行為人呢是外國人 然後呢 他對被害人是怎樣怎樣 他犯了什麼什麼罪 好 所以呢依照刑法第八條 這樣內容就會充實一點點 就是只比你單寫條號 然後寫結論來的多一些東西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石的效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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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石的效力呢 法條有規定 就是在第二條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第二條 好 第二條說 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 是用行為時的法律 好 但行為後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 是用最有利於行為人的法律 好 簡單來說呢 這一條啊 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就是下面整理的標題 第一個就是原則 好 原則上行為後有法律變更值 適用行為時的法律 好 不管有沒有變更都是適用行為時就對了 好 所以把那個行為時做個記號 把它畫起來 好 原則上就是適用行為時 好 那另外呢 我們先看標題 另外是說 如果後來法律有變更的話 則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的法律 好 所以把那個最有利畫一下 好 所以 結論就是 原則上呢 適用行為時的法律 好 那另外的時候呢 適用最有利的法律 好 那麼 可以 好 好 就 好 好 放開 解 那大部分的題目就是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就是行為人做完犯罪行為之後 後來呢移送到地檢署 然後呢被起訴送交法院裁判 然後裁判做成 大概會抓出這兩個重要的時間點 那期間呢就發生了法律變更的狀況 那我們先不管什麼行為時啊 罪有利啊那些的 就單就這樣子的時間軸來看的話 法律變更以前我們就叫它舊法 這應該可以理解吧 就是不管你在哪一個法都一樣啊 就是法律變更以前我們就叫做舊法嘛 這應該是只是一個客觀陳述 那如果法律變更以後呢我們就叫做新法 然後剛剛說 剛剛說呢原則上會依照這個時候的法律 然後例外的時候呢採用這個裁判時的法律 例外 那行為時這個時候的法律是適用的原則 那這個時候因為是舊法 所以這樣子的做法我們就叫做重舊 好 例外的時候才會是用裁判時的新法 但是呢 適用的法律並不是因為它比較新 而是因為它對行為人比較有利 所以我們著眼的並不是因為它新 而是因為它比較輕 好所以呢另外我們就叫做重輕 所以合在一起呢就叫做重舊重輕原則 應該還蠻簡單的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來了解說 為什麼要重舊為什麼要重輕 那這樣的話這個學習就算是結束了 好 為什麼要重舊呢 因為行為的時候它我們覺得一個理性的犯罪人 他會依照當時的法律規範去決定他要不要犯這個罪 好比如說他今天真的很討厭謀假 他恨不得他死掉 最後呢他因為某一些評估一些考量之後 他就覺得他要殺掉他 我們會認為理性的情況之下 應該是他知道法律禁止殺人 而且呢他的刑度最高可以到死刑 好不知道到哪裡也無所謂 但是他知道他有某一個刑度在 並且他是可以任何時間都去查閱的 好所以他在行為的時候他有一個預見 他有一個信賴 好就是因為這樣子的想法 所以不管後來法律怎麼修 我們都要尊重他的預見 尊重他的信賴 不可以對他造成突襲 好因此呢就要重舊 原因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要重親呢 裁判的時候如果說是用刑法 雖然會好像破壞他的預見 好像破壞他的信賴 但是就整個結果來說 對他是更有利的 為什麼對他更有利 因為回到一開始講的 刑罰就是對於人民基本權的侵害 那今天侵害比較輕 我們就不管他怎麼想 就算他很想要接受這種重罰 好那我們還是要基於保護他的這種客觀 一般性的角度 讓他是用比較輕的規範 好所以裁判的時候重親 原因就是想要保護人民 某種程度也是刑法輕易性的展現 好所以結論呢就會變成重舊重親 好那我們來把內容看一下 重舊的部分呢大概跟我們剛剛講的一樣 我們就不看我們來看重親 好重親的話呢我們看這一段的第二行 好修法後的適用結果對行為比較有利的話 就會例外的適用行為時的法律 好也就是心法 那再留意一下什麼叫做有利 有利的情況呢不只限於行度的下降 好包括過程要件增加導致犯罪更難成立 或是反調根本刪除行為不受規範 行度減輕或者是增加其他行度比較輕的選項 比如說